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周报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播出 不仅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我们 甚至包括了我们的YouTube影音平台当中 只要您搜寻非凡商业台 就可以找到我们股市周报精彩的片段 回到台股来看一下上个礼拜 这个清明节居然没有变盘 而且还缔造了波段新高 所以这么一关一过 是不是代表接下来就要往万一冲了呢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三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黄汉诚 汉诚你好 中一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台北股市能够创波段高 因为中美贸易谈判超展开 往好的一方再走最后一里路了吗 似乎看起来是如此 中美贸易战争这边来讲 似乎有一些所谓的缓解跟和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 所以市场上来讲开始反映到这样一个利多讯息 不过我相信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在于筹码的变化上面 尤其是外资 我们一直提到了外资 过去这一段时间从今年以来已经买超 差不多有1300亿台币这样的一个情况 跟去年大卖了3551亿是差了非常非常的大 期货进多单口述来讲 也是在创下波段的一个新纲 所以外资的买盘如果说还可以涌入 还可以持续 那对台北股市来讲一定还有支撑的效应 那其他的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 从经济面也好 从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公司派的做法也好 甚至连到各股产业面 我们等一下在节目上面都一一跟大家做介绍 法人回来要买什么 当然是买超优质的好股票 股价受到委屈的 所以上个礼拜再红一个题材 什么呢 三月份营收表现好的 股价就喷出 那是不是接下来能够从三月份的营收当中 来看看未来成长的趋势 到底哪一些是明星产业呢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蔡明翰 明翰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明翰也要来帮我们做了功课 今天提供给您精华 在三月份营收的成长股当中 哪一些爆充啊 OK 这块来讲 有些投资朋友可能会说 这个营收不是已经公布结束了吗 好像公布完就丢到旁边去 其实不然 因为在这块市场来讲 其实在这个营收是一个领先指标 在营收公布过后 那应该说这段时间呢 变成在下一个月营收公布之前来讲 这个趋势就是找出这个胜利的趋势 都是会呈现往上 所以如果就其中呢 会等一下要跟大家提到 不是营收呢 不是到底要从哪一些美高 哪一些角度去搜寻 才是真正所谓的营收家 而且法人认同的股票 后续来讲才有持续的续航力 那到底哪些产业啦 或者是哪些个股相对来讲 符合这样的条件 我们等一下会再帮大家一一做剖析 好 那当然回到整个股价的趋势方向来看 这一条线持续的往上攻 而且沿着均线 这个正乖离 负乖离 好像都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脉络 所以是不是沿着这样的方向 就能够找到台股的未来 我们继续要来请教的是陈杰瑞 杰瑞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杰瑞今天要从理论 实物 来帮我们看一下相结合 杰瑞 是的 我想当然 台股指数涨到这边 说实在在往上的空间并不大 所以大家很常听到说 很多人建议说 现在要去找低基期的股票 那有些股票涨太多了不要追 那到底什么样叫做低基期 什么样叫做超跌 那什么样叫做超涨 我今天就是针对这种技术面 还有搭配这个科斯托兰尼的 主人六狗理论 来跟大家做个教学 让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你手中的股票 到底是超涨还是处于超跌 相对低位阶的一个位置 这很重要 因为大家都想要问 到底这个股票现在买是买贵了 还是买便宜 那对于大盘呢 台股现在的位阶 算贵还是便宜 如果说它会续涨就便宜 如果它会跌 那就太贵了 那怎么看呢 当然就要看后面的一个走势 其实这部分你不要太担心 如果说大盘没有出现说 有大跌的这样的一个讯号 其实都还是持续往上的 所以你也不用预设立场说 它可能会涨到1万1 可能就涨不动了 或者也有人谈到 会挑战之前的高点 12682 那到底有没有机会 其实你都不用理它 对你都不用理它 如果没有出现卖出的讯号 你就是寻找好的股票 位阶低的股票 去做布局 你就可以稳稳地赚你的钱 所以这个大盘来看 你可以看到说 最近都是沿着这条线 这条是什么 月经线对不对 月经线来讲 往上去最后推升 那近期来讲 你可以看得到说 它离月经线的乖离 似乎有点大了 而且出现 有一两天的黑K棒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下面放KD 你下面把它放KD 你可以看得到说 KD指标也呈现在高档 似乎也要回头下来了 那会不会回头 你看上次这边也回头 回头修正 修正的幅度不大 这代表说 其实技术面来看的话 是高档 没有错 可是它会有修正 也许它只是高档震荡 所以这边来讲 指数也许空间不大 也许会回测时日线 或者月经线的一个位置区 可是回测下来是好机会 不是吗 回测回来 你可以买得更便宜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看起来 似乎清明节之后的变盘 它是往上变的 其实清明节是在这边 这几天震荡晚之后 你看又往上拉伸上来 所以并没有说 像市场上所提到的 往下回跌下来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说以现在国际的群势 我们就回来看 看这些所谓的国际上面 都共变化 你看刚才提到 中美贸易战争的一个谈判 似乎越来越顺利了 也要互设这个所谓的 这个协议处的地方 要去做一个监督的动作 那台湾的制造业 PMI也开始回升 其实不只是台湾的 你可以看到说中国的 然后美国的ISM指数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蓝色的是制造业 然后这个所谓的橘色的是 非制造业 就是服务业的一个情况 两个都从低档区 有没有 攀升上来 而且回到的是什么 50以上 这个非制造业的部分 是回到50以上 那制造业来讲的话 也接近50的一个价位点 这不只是台湾 其实从国际大国 中国大陆美国 其实都有看到 回升上来这样一个迹象 所以如果说 这个是领先指标 因为最近来讲的 还是有IMF调降 全球的经济成长 可是以这样来看的 其实领先指标 会比较跟我们的股市 有做卖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认为说 经济来讲的 似乎现在要进入到 第二季 然后甚至到第三季的旺季 整个都有机会去做一个回升 那我们等一下 从营收的角度再去看 外资的期限 或刚才也提到的 都是维持续加码的一个情况 这是最大的一个动能 因为整个的 如果说有筹码 去做推升 有买盘 有资金的话 尤其这次不是 这个行政院也通过了吗 资金回流的一些 所谓的政策 这些部分来讲 都会推升到 整个动能的一个情况 持续往上去走高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一个情况 也可以看到说 之前一直提到龙卷回补 也是一个多方的力量 对 这也是多方的力量 所以现在来讲 是股东会之前的 回补的一个力道 会持续做一个推升 公司派来讲 也会比较做多 释放出比较力多的一个信息 包括像法说 你看这个所谓的大力光法说 也释出比较正面的一个讯息 不会因为股价涨多了 至于在高档 所以它会变成 有点力多出镜这样的味道 因为毕竟还讲 是在高档区的一个震荡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它在股东会之前 公司派一定比较偏向来做多 因为股东会要来临了 要跟大家这位股东做报告 总是股价涨多一点 主要有涨上来 比较好交代 股东会上比较不会被骂 对 不会像郭台平董事长 一样一开会要开一整天 像林恩平这样子 林恩平同事 那个执行长这样 开会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对不对 这就大家很高兴 那刚才提到指数冲高 当然会有短压 可是它是沿着月薪线 往上持续去上工 所以如果说这边 没有看到几个卖出心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于 所谓的大盘出大量 出大量之后 出现一根长黑K棒 前几天有出量 可是这个量能 似乎看起来还没有收到 非常的大 1600左右 这样的一个量能来讲 也没有出现长黑K棒 所以这都没有出现 慢压的一个情形 所以危险的量是多少 危险的量现在看起来 应该到1800到2000亿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可能是冲高之后 留了一个很长的上限 要不然就要1K黑K棒 如果说它是1800亿的量 是大长红棒 那不是喔 不一样 对那不一样喔 所以那走势不一样 如果说也没有看到说 外资大卖 一天大卖了200多亿 然后现在的一个情况 连续卖了两天三天 期货进多单口数一下子减到剩3万口 我觉得这个盘都还是不需要太担心 它应该只是涨多之后会震荡 去面临到技术面的修正 稍微修正之后 还是有机会往上持续的去做一个盘间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当然到5月份 5月份还有缴税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 因为其实最近公布出来大户已经减了 那大户减了减少了这个部分来讲 也代表说市场上来讲 这个不一定的筹码并没有到那么多 台股在走高 但是大户的人数居然在减少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要不想参加除全息 也是一个原因 有人提到是因为之前的 所谓的美国利率倒挂 大家都很担心 这些大户都很担心 都吓到了都出场了 结果乌龙一场 对 如果说以这样来看 似乎还在持续去做一个走高 所以这些大户 他迟早也还是会回来 可是他们不会去追高 所以反而如果说这几天 或接下来这个礼拜 有稍微震荡压回来 那反而还是一个机会 不过强调的操作一定是什么 你要配合基期 基期低的 然后配合产业 如果说已经开始要翻扬上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也找了几档股票 是类似像这种的 然后有机会获利还不错的 甚至接下来配息也还不错的 所以这些公司 可能才是你最重要的重点 好 所以刚才汉城 先帮大家把台股的大趋势发出来 好 台股会涨到哪 不要预设高点 只要看到讯号出现 再来紧张就可以了 对 没有错 那第二个就是大户 大户退场 这不见得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如果台股续工 他们势必在除全息过后 还是要回到这个市场 那回到市场买哪些股票呢 下个阶段回来 明汉帮大家来找 这些又业绩护体的优质股 到底在哪里